所以啦 我们的赵春生老师说嘛 研究两岸一甲子 他从来没有这么惶恐过 这个苑老师也是一样 告诉大家真的不能等闲适之 那丽将军说程度威胁范围 跟过去远远胜过 绝对不要掉以轻心 然后特别是这个有没有 远程火箭炮 对台湾西部区域威胁极大 是不是有参与演习呢 张静老师说 如果A套餐没有效果 后续会有B套餐C套餐 然后为什么是7点45 而不是整点 因为部队战情交接都是整点 提前15分钟告诉你 夜班还没离开 早班就已经定位 那这是一个机动性的 而且是一个全面性的 好 我就拆开来问这个张静君 我先问一个大的 演习着演习着突然变成实战 有没有这个可能 假设这样的话 歼20到台北上空多久时间 对 我们可以看游园转战 这乌克兰战争用得非常清楚 在乌克兰东部 直接19万个军队直接在那边演习 也在白俄罗斯直接又进来了 这就是很典型的游园转战 经常都是游园转战 那中国大陆会这样子 认为对台湾最合 因为台湾现在的民心 最适合游园转战 因为台湾现在不当回事 事不关己 隔岸关火 没有新防 这个是最容易游园转战的 因为没有新防卸甲 这个是游园转战最好的 战术战法跟时机 因为你如果有新防你会警觉 他在演习规模多大 用什么武器 多少的兵力 然后距离多近 你会非常关心 现在不关心 我们叫饭照吃 舞照跳 然后手机照滑 变成这个状况 比较不当回事 隔岸关火 这是非常的 我认为这个比较危险 最危险的 我认为台湾目前最危险的 就是没有这个新防 已经没有敌我意识了 那还在说 这个习惯了嘛 就是这个样嘛 也不会打嘛 也不会开火 这真的非常危险的 这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哪天真的是 木已成舟已成事实 濒临沉下不得不接受 会变成这个状况 然后我们现在台湾 所有2400%的民众 正朝着鼓励中国大陆 游言转战 因为你没有警觉 你过来 然后你过来 因为现在变成 所有的国防 是国军军人的事情 老百姓跟老百姓 几乎毫不相干 对 如果说是假设 假设大家最不希望 发生了这个游言转战 那按照今天这个演习的模式 全面的 然后这个区域拒止 台湾海峡 巴士海峡等等 它就是一个 几乎是没有一丝 一丝一丝漏缝的 对不对 对 我说它还有哪个 是没有想到的吗 然后它把这些武器装备 也做验证 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歼20 对 歼20 歼20从513机场直接过来 那个10分钟就到了 10分钟就到了 10分钟就到了 直接10分钟到 而且这个歼20是逆中 雷达不太好看 因为我们台湾没有量子雷达 敏波雷达也没有 那就抓不到 我们都是杜伯勒 杜伯勒脉冲雷达 杜伯勒脉冲 专门是抓那个是有型的 逆中没办法抓 其实在过去 我们国防部所公布 在以前还有公布机型 有没有 这次来什么绕台多少架 在公布的一直都没有歼20 没有 因为看不到 但记不记得 后来这个东部外海 就是花莲 有民众听到巨响 那时候大家就在传 会不会歼20已经来了 不知道 其实这个讯息 在大陆网门也讨论很多 没有确切的证实 因为大陆官方没有公布 所以有一种可能是 他早就来过 但这一次呢 是直接告诉你 在演习的项目当中 是有歼20的参与的 表示他底气够了 最强的 因为上一次来的 上一次那个 花莲的四声巨响 就是超音速 蹦蹦 蹦蹦 因为你 你不可能同时试驾 但我们的雷达上市完全没有 对 你有一些稍微的秒差 你虽然试驾过来的话 你稍微会有秒差 不会是试驾同时穿破音爆 不会 我们飞的话也是这个样 因为会接续 接续穿破这个音爆 然后他过来 但是音爆雷达没看到 然后自己的飞机 我们那一天的时候 空军有公布 所有的我们飞机都没有 都没有这个穿破音爆 那天 那时候四声音响怎么来的 那这个很费人 这个很费人 费人思量 对 当然这个歼20是一个指标了 最近这几年大陆歼20 是大批量的这个生产 对不对 我们之前讨论过 完全是碾压这个美国的F35 那另外歼16它这次的指标意义是什么 那跟他讲炸弹炸弹卡车 因为它可以载 它最大的话可以载到11公顿 对 它有12个挂载 看可以挂到11公顿 超大型的 那个这个歼16一般来看 我们来看的话 算是轻型轰炸机 你一架战斗机可以载11公顿的炸弹 那你跟轻型轰炸机是一样的 重型轰炸机也不会载40公顿 到60公顿不等 你这个能够载11公顿的话 而且中共的这个歼16也是它的王牌之一 而且它的数量也大 而且它经常在台湾 在台海活动 那在台海这方面活动 它在这个地方的整个战场的熟悉度 整个海空的熟悉度 它应该是很熟人的 那这样的话 它也派这个歼16炸弹卡车 歼20逆终战机来对台湾来实施 这个我们讲到围台精源也好 或者困台精源也好 都是对台湾是加大力度 这样子来整个搭配 另外我们来看就是说 它这一次的话 在这个很重在花莲压得近 压得近我们到加山是非常重要 我们战力保存 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持久作战 战力保存 我们会把这些战机 主力战机一部分放在加山 但是问题在加山马上被压破 你一压进去之后 你本来想要战力保存 被你的战力点穴 战力瘫痪在那边 他把你控在那边 夺控在那个地方 压在那个地方 让你点穴在那个地方 你刚好集中是不是 那刚好嘛 你通通集中 刚好整个帮你封控在那个地方 这是几个指标性的 这个解放军都已经做图 怕我们不知道 做图告诉你 我们讲了歼20 讲了歼16 那我再问你 那071呢 那个071的话是两栖作战机 那两栖作战机的话是登陆用 它可以两个 第一个直升机机架 第二个它的野牛级的气电船 还有野马级的气电船可以 上面可以 上面的甲板放直升机 对放直升机 放24架直升机 武装供应车 或者运输直升机都可以 如果下面的放 我们讲的气电船 海马 我们讲野马跟野牛级 野牛级是300公顿 野马级是150公顿 这个地效飞行机 或者是水域快点 非常的快 时速是100公里 它一放出来之后 跟高速公路一样 它是贴的那个浪 因为它有时候飘起来 因为它后面是个非常大的 我们讲的电扇 从那个071一放出来 就直接上路了 然后上面有直升机 变成垂直上路立体作战 上面有直升机 下面有野牛级 有野马级上路 变成立体做立体攻防 垂直上路 它这样的话 它也会在那边做 适当的演练 我认为它也会 它会做外科手术式的作战 好 还有一个就是远香火 今天很多人看不懂 远香火是什么 远香火就是 我们讲的那种火箭炮 火箭炮就是火箭 火箭有这个PHL洞3 有PHL191 有卫视2D 有卫视3 还有卫视4火箭炮 中共的火箭炮 形别非常的多 它经常也在塞汉淘来 跟甘肃的鼎星试验场 在那边做试验 也大概都成功 而且刚才大使也有讲 它是有定位的 它有卫星定位 导航定位 还有惯性导航定位 卫星定位 它可以做目标 做精准的打架 而且便宜 便宜 便宜 大概一个导弹的成本 可以换50枚火箭炮 所以它可以完全舍得 这大批次的发射 因为导弹是要射到太空 回来 这是导弹 火箭炮不用 直接射就好了 它根本在大气 在同温层前过来自制 我让这个丽将军一个一个讲 当然它有东风导弹 东风导弹上次裴洛西来的时候 是有吗 张将军总共11枚 那这次还有个052D 对 没有这个咱们讲的中华神盾 十万盾 它满占的盘水量是 是一万一千多公噸 将近你号称是一万两千公噸 而且它垂发 它垂发系统 前面64后面48 前面64个垂发 后面48个垂发 我们看这112个垂直发射系统 垂直发射系统 全部垂直发 因为垂直发射系统 接战速度非常快 从下令到发射完毕 10秒中间就出去了 太快了 垂发系统跟我们平常的鞋子在外面 那个看起来 这个垂直发射系统是接战快 好